圣阴虚和圣阳虚呢 它属于中医的一个概念 这阴阳嘛 从阴阳辩证上来讲的 圣阴虚呢 主要是因为圣中的 就是圣脏中的 就是说阴阴这一部分不足 圣阳虚呢 主要是因为圣脏中的 就是阳气这一部分不足 它们表现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一般的圣阳虚的病人呢 就是说来了之后 就是说你看面色比较苍白 然后呢 肌体比较怕冷 整个人就是特别怕冷 有的时候呢 还可以出现水肿 然后呢 腰酸腰疼 没劲 晚小便勤 由于是到了晚上 小便勤得更明显 这些症状呢 就是类都是属于一个 圣阳虚的一个症状 圣阴虚这一块呢 就是说这个人来了之后 一看给圣阳虚 就属于相反的一个概念了 比较容易口干 比较容易就是说 出现一个 腰酸腰疼啊 耳鸣啊 你包括这个 症发性的 就是说出汗呀 就尤其是夜间 出汗比较明显啊 就是我们 通常我们中医上 所说的倒汗啊 这一个 然后这些症状呢 出现 你看舌头 就整体舌子偏红 少胎这一些 你包括整个 就是说比较口干 比较明显这一些 它都属于肾阴虚的一个症状 这些人 就像是肾阴虚的一个症状 有点像的 有点像是肾阴虚的一个症状 这个症状